按照东腔西棍的顺序 我们来到位于华东的蹦步时 在这座至今仍然习武成风的城市里 我要找的人叫梅嘉欣 因为听说他习练的心意六合拳 和古代枪法关系密切 原以为会在这样练家子聚集的控场见面 可梅嘉欣约我去的 却是个京剧票友的聚会 华欣约我去剪成的不灵 你唱起来是啥感觉 那是跟武术比他的胆甜又有气力 呼吸都是一样的 呼吸是一样的 呼吸都是一样的 相通的地方 已经从国企退休的梅嘉欣 每天的生活就是唱戏练舞带孙女 从小痴迷武术的他 带武术名家刘凤明为师 系统学习心意六合拳 这个产生于明末清初的拳种 正是根据枪法演变而来 古代军旅枪术本是集体作战的技术 流入民间后 因个人系列难度太大 而且携带不变 这才有了化枪维权的变化 从兵器到徒手 显然是杀伤力的降级 但也不失为一种民间保存 积极能力的智慧 武术要解释到现在的 这个最根本的一个东西 积极是它的根本 所谓练拳不练功 到老一场空 民间武术人对积极的追求 始终都在 甚至体现在穿戴上 梅嘉欣的师爷 是民国时期著名武术家宋国斌 曾在蹦步担任过军队武术教官 后来又传逸给淮河边的码头工人 在那个年代武术呢 是可以养家户口的 因为这个淮河码头林里 你想在这吃饭 我想在这吃饭 那过去怎么办呢 大家就是凭拳头 现在的发自社会了 长时间的脱离了这个打斗 积极能力变弱了 对 它就没有这个环境 再加上这个老师的一字半语 一恶传恶到最后 都是说故事给你听 这个就是保守 保守就是我不愿意卸这个命 对谁卸命呢 练这个东西都不愿意卸命 那这个东西用口传 你这过去不讲吗 交拳不交步 交步打师傅 从时代背景到社会环境 以及传承方式的种种变化 都导致了中国武术 积极能力的衰退 这个武馆是梅嘉欣的弟子刘嘉诚 儿子梅润芝合伙开的 梅润芝自幼随父习武 但本职工作和武术没有关系 刘嘉诚曾有过职业散打的经历 现在是个普通的工薪组 周末休息的时候 他们就在这里做对抗训练 培养积极能力 需要说明的是 这并非真正实战 而是传统武术教学中的说手 这种防守和进攻动作 在瞬间同步发力完成的形式 正是中国传统武术的一大特色 梅嘉欣给我的印象 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武斥 他说自己很快乐 因为能做自己喜欢的事 但是当他面对儿子的时候 总让我觉得有些奇怪 因为他几乎不让儿子做发力练习 后来我才知道 梅润芝25岁时 患上了强质性脊柱炎 在我们拍摄的这几天 他一直在吃加倍的止痛药 而在患病之前 他对自己的人生 有着另一番规划 刚看到那个UFC出来的时候 我就特别想 为什么打的都是这些西洋的拳法呀 怎么没有中国的武术去打呢 那时候我梅涨就特别想 练好去打一下 试一试 就是没想到到25岁的时候 真正那时候 我就身体突然出了一些问题 今天霹雳 那我也是非常难受 我背后掉过眼泪 没想到他能 对 真是 怎么能叫他这样呢 本来当时您觉得 您这一生对武术的追求 儿子应该是能够 很好的继承 他全是有这个感觉 这不介意吧 没事 确实 打了还好久 好像还有那么多地址 我相信他们 通过农历应该这样 能把它传承下去 我也有这个信息 另外这还在寻找吧 还有大雅在帮助 战场杀敌的大枪 脱化出民间的徒手权术 一种古老武艺的演变 一个当代舞者的坚守 折射出的 正是武术变化的外在形态 和不变的寄基本质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